来到2014年hkdse mathcord paper1的第7题 题目就讲了,给了这个功能我们 fx就是4x³-5x²-18x加c c是一个constant 他就说,如果fx是给x-2除的时候 remainter就是-33 parta就问了,问我们x加1是否这个function的factor呢? 首先,题目给我们的资讯就是 当fx被x-2除的时候,remainter就是-33 即是代表f2等于-33 所以,我们就把2濕进去这个function的x 就变成这样,然后就会等于-33 好,那之后我们计算,就会计算到c是多少 按完cal就会知道c是-9 好,那我们已经知道整个fx这个function是什么了 好,那他就问我们了 x-1是否一个factor of这个function呢? 好,那我们就看看f-1会是等于多少 如果等于0的话,即是没有remainter 那就是一个factor 如果答案不是等于0的话,即是x加1不是fx的factor 好,那我们就把-1濕进去dx 就变成这一条色 c就可以直接写作-9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计算了c是等于多少 好,然后有这条色,我们就可以按摩 按完之后会发现答案是0 所以呢,s加1是一个factor of fx 好,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partb partb就说了 有人说,fx等于0这个equation的words 全部都是rational numbers 就问我们同不同意 好,那我们就看看fx等于0的话 它的words会是什么 好,fx等于0 那即是呢fx就是这一抽 所以就是4x³-5x²-18x-9等于0 然后,因为我们parta更增加了x加1 是它这个功能的factor 那我们可以用长除法 这个除除x加1 那便会知道呢 是等于4x²-9x-9 所以呢,这个功能就可以变成这样 就是这样 好了,然后再用formula01 按4-9-9 这样,就会知道这个功能可以再拆开 变成x-3乘4x加3 那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这个功能也要0 x就会等于-1 如果这个功能也要0 x就会等于3 如果这个功能也要0 x就会等于-3 over 4 好,那因为呢 留意一下 这三个数字呢 其实都是rational numbers 那所以呢 答案就是 yes the claim is agreed 那我们就做完再到第七题 好,好,好 好